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经常做的一道菜 也就是咖喱饭 我其实很少会拍这种视频里面 单独介绍一个食谱的 一个单独的视频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咖喱饭 它值得我单独为它发一个视频 自从前两个星期开始做了一次 炸猪排咖喱饭之后 我就开始慢慢的在改进 我的做咖喱的办法 然后到最近才慢慢的稳定下来 然后现在的这一套做法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熟 然后比较的简单快手 但是又很好吃的一个咖喱的配方 其中有一些是我最近才开始 慢慢尝试往咖喱里面加的一些配料 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食材 但是加进去会很大程度的 提升咖喱的口味 所以今天我准备把这个食谱 也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喜欢吃咖喱饭 或者是在家里也有煮咖喱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菜谱 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厨师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咖喱饭 也是我最近经过了很多的学习 尝试和总结 然后慢慢的得出来的 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套操作方法 那只是给大家分享 做一个参考而已 好那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所有的原料 首先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咖喱 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面问我说 我用的咖喱是哪一个品牌 那我一般会用的是这个 其实我对咖喱的品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见解 但是我每次都是用的这个牌子 我觉得味道也不错比较稳定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这个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包装 两半 然后一边有四块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除了咖喱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颗洋葱 然后一根胡萝卜 还有土豆 其实土豆用一个就够了 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吃土豆 所以用了两个 这个是比较中等大小的土豆 然后还有一块鸡腿肉 先把这个鸡腿肉切成丁 切成小小的一块就可以了 大概每一块切成这么大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的小 这个鸡肉里面我会加一点点生抽和料酒 给它稍微腌一下 也有做法是不腌的 但是我觉得腌一下 它的鸡肉不会那么腥 所以我会加一点料酒 稍微抓匀 然后腌一会儿就可以了 然后把土豆胡萝卜洋葱 都处理一下 土豆和胡萝卜都可以切成小丁 然后洋葱就切成洋葱条就可以了 然后把土豆放在清水里面泡一会儿 这样它就不会氧化 胡萝卜也是一样 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胡萝卜可以切得比土豆小一点 因为土豆煮完之后会变得 体积会变小 洋葱也把它切成小条 这样的一大坨的这种可以把它稍微的剥开一点 让它一会儿比较好炒开 现在所有的食材和调料我都准备好了 这个是刚刚的土豆 还泡在水里 一会儿要用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里面这个框提起来 就可以直接沥水 然后刚刚的萝卜丁和洋葱 咖喱 这个是奶油 就是淡奶油 超市可以买到的 然后这是刚刚腌的鸡肉 这也是一块巧克力 一会儿出锅之前我会把它加进去 它的味道会很浓郁很丰富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老抽 酱油 一会儿也是在出锅之前加进去 锅稍微热了之后加一点油 然后把洋葱倒进去 开中小火 慢慢的把洋葱炒软 等洋葱稍微有一点变软 然后变得比较透明的时候 就可以放入鸡肉 鸡肉炒变色之后 就可以把土豆和胡萝卜都加进去 稍微炒一下 让土豆和胡萝卜都沾上一点油 然后就可以加水 水加到大概盖过所有的食材 一会儿煮的时候这个水还会再蒸发掉一些 所以我刚刚加的比较多 这个时候可以开大火 把里面的东西煮开 然后再关成小火 煮15分钟 让里面所有的食材都煮熟 15分钟之后 里面的食材大部分都熟了 这样就可以关火 然后把咖喱块倒进去 我用了4块咖喱 让咖喱块在这个开水里面慢慢的自己融化 这个时候如果不关火的话 咖喱会有一点容易糊 关完火之后 它其实很快也就会融化了 所以我们让它自己在里面融化 咖喱块全部融化了之后 就可以再开小火 开小火慢慢煮 然后让这个咖喱收一点汁 让它变得浓稠一点 这个时候大概煮个10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咖喱比较容易糊底 所以要经常搅拌它 然后差不多煮到这个样子 有一点浓稠就可以了 其实到这一步已经可以吃了 不过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东西 来提升这个咖喱饭的风味 首先加两勺奶油 这个是淡奶油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牛奶代替 两大勺 然后再加两大勺的老抽酱油 老抽会让这个咖喱的颜色变得比较深 最后再加几块黑巧克力 我的这个是比较薄的这种 我加了三块 如果是比较厚的那一种 大概两块就可以了 放进去之后再稍微煮一会儿 等巧克力煮化就可以了 我这次煮了很大一锅咖喱 如果吃不完的话 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隔夜 第二天再来吃 第二天的咖喱味道会更好 还可以再吃两顿我感觉 太棒了 OK 这样子一碗咖喱饭就做好了 吃不出来挺简单的 而且味道也非常好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 你们煮咖喱的一些心得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好吃的咖喱饭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一会儿一边吃咖喱一边看哈利波特 咖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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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